哈喽又见面了 我是你们的莫奈君 那自从上期发了狂描酒的叨叨视频之后呢 很多小伙伴也给莫奈君发了很多关于狂描酒的问题 那大家呢也都知道 红双喜呢位于上海 啊 鉴于现在这个情况呢 暂时还没法正常的大批量供货 不过呢 疫情总会过去 咱们先把狂描酒的一些技术信息搞明白 等能够正常供货了 咱们再冲也不迟 OK那废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回答小伙伴们 咱们的问题 狂描酒系列怎么花花绿绿的 这种颜色的胶皮能参加正式比赛吗 估计是个不咋看新闻的小伙伴啊 建议先关注一波国际会的微信公众号 其实早在前年啊 国际平联就修改了乒乓球胶皮的颜色规定 新规定允许球拍在保留一面黑色的同时 另一面使用明显区别于黑色的色彩 在去年的10月1号 国际平联率先通过并决定增加了 粉色蓝色绿色以及紫色四种颜色的胶皮 那为了响应国际平联鼓励的多彩乒乓运动呢 红爽洗其实在去年10月就已经通过了 国际平联的彩色胶皮审批 那卫毛一直没上市呢 是因为红爽洗需要做测试呀 测试需要时间呀 好事多磨的道理懂得发 至于能不能打比赛 无需担心 必须能 当然要注意哈 不管你使用蓝绿粉紫 另一面还得是黑色哈 OK下一个问题 康喵酒系列咋一口气出了四款 那是因为国际平联暂时提准了四种颜色呀 小朋友才做选择 红爽洗全都要 虽然狂喵酒有四款胶皮 但其实是一加n的配置套路 即配方向同 但颜色不同的一种胶皮 配备n种海绵 所以有了浸蓝 陶粉 果滤 以及旋子四款胶皮 其中浸蓝配的是蓝狂同款的22毫海绵 陶粉是浦狂同款的20毫海绵 果滤和旋子 使用的是狂瞄880同款的80毫海绵 下一个问题 狂瞄9系列性能上跟其他狂瞄有啥子区别 性能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存在着差异 孟带军说说自己的感受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狂瞄9整体来看更偏向于控制 更适合非力量性爱好者 其实对于普通球迷来说 可能适应性会更强 比如狂瞄9的浸蓝陶粉 相比同规格的蓝狂以及浦狂 虽然都是硬质海绵 但是最高规格也只有39度 手感很接近 但是整体要显得柔和一丢丢 你再比如狂瞄9的果律和炫子 相比类似规格的狂瞄880 因为胶皮的粘性会更强一点 所以感觉速度没有那么突出 控制力会更好一点 总结一波 粘性方面 狂瞄3大于等于狂瞄9大于狂瞄8 弹性方面 狂瞄8大于狂瞄9大于等于狂瞄3 下一个问题 狂瞄9系列需不需要灌交 其实莫乃军在直播的时候 也说过很多回 要不要灌交取决于你对性能 有没有极致的需求 很多球馆的老大爷从来不管交 不也把很多小伙子推到怀疑人生吗 不过从海绵属性上来讲 狂瞄9的静蓝与陶粉 使用的是非尼奥技术的海绵 那肯定是罐罐更好用 但不断也没那么难用 毕竟硬度没那么高 狂瞄9的果律与炫子 使用的是80号大孔镜蛋糕海绵 理论上是不适合灌交的了 因为后期会缩 下一个问题 我是学生 莫乃军能送我一套狂标9吗 再加上一个金满罐龙武就更好了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狂标9的价格怎么样 莫乃军最推荐哪一款 狂标9的最终上市价 是和狂标880一样 定位是清明级的脚皮 成交价不会太贵 现在贵是因为没大货 物以稀为贵 至于最推荐哪一款 我估计静蓝肯定是最好卖 毕竟有不少球迷对蓝海绵都有特殊情景 况且之前蓝海绵怎么也得审狂起步了 这回平民化了 绝对卖包 但是莫乃军最喜欢的还是桃粉 猛男粉谁不喜欢呀 最近把我的鼠标也都换成粉色了 还有莫乃军个人其实还是更喜欢20号海绵 更柔和也更好上手 好了 以上就是全我们对于狂标9各类问题的回答 后续我们也将推出更详细的狂标9与狂标3 还有狂标880的对比视频敬请期待 那查案点赞 好运三连 我们过段时间再见 Peer